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老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该怎么选择操作系统 我这台MacBook Pro是2013年末的版本 它的初始操作系统的版本是10.9 目前安装的系统版本是MacOS Big Sur 我估计这是这台笔记本能支持到的最后一个版本的操作系统了 我这台MacBook Pro从MacOS 1010.9一路体验到MacOS 11.0.1 Big Sur 每年体验一个版本 基本上都是首发更新升级 这七年我见证了MacOS的变化 这些操作系统版本体验最流畅的就是10.9 也就是初始版本 从10.10到10.15 这六个版本是越来越慢 特别是10.11升10.12的时候 还有一个是10.14升10.15的时候 这两次升级慢的相对比较明显一些 但用一阵子就习惯了 不觉得慢了 有人说你的电脑比较老 体验不到新硬件带来的快乐 其实2018年前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英特尔一直在挤压膏 那些年性能的提升 给日常应用没有带来太大的变化 我体验过2016版的MacBook Pro 日常应用的速度 不比我这台2013年的快多少 感觉差不多 自从升级到MacOS 11 Big Sur 这个速度慢的变化很明显 那个因为有线鼠标导致速度变慢的bug除外 整体感觉还是比较慢 而且肉 而且动不动温度就会升高 风扇转速加快 噪音很大 这都是性能不够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系统优化不够造成的 那该怎么办呢 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停留在Big Sur 继续尝鲜 体验新UI带来的快乐 感受新科技 但要忍受慢和bug 或者回到老版本的系统 bug少 反应速度会跟手 但是看不到新界面 我准备再体验几天新系统 然后通过U盘安装器 降级回到老版本 既然体验不到新界面 那就回到偏老的版本 体验一下速度快感 那么问题又来了 我该选择哪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呢 有人可能又该说了 为什么不买新MacBook Pro呢 这是个好问题 买新MacBook Pro要面临两个选择 选苹果自家的M1芯片 还是Intel芯片 如果在这个时间点选择Intel芯片 就有点49年入国军 不对 是50年入国军的感觉 如果选M1芯片 我的主力软件尚不支持M1芯片 所以 再继续谈谈降级的事吧 买新的这件事先放一放 先忍上一年 等苹果和第三方软件开发商 以及软件开发商的合作伙伴们一起努力支持M1芯片之后 再买新MacBook Pro 说到降级版本 我想回到10.9 不过那不现实 现在绝大部分软件都已经不支持10.9 那回到10.11 因为10.11是10.10的优化版 这也不现实 很多软件都不支持10.11 我的主力软件是去年发布的版本 它的最低起步是10.13 我估计它今年将发布的新版本 可能会是10.14起步 那么回到10.15 对于我来说 10.15相比10.14 就是涂增功耗 10.15带来了很多用不到的东西 还慢 据说Bug也不少 那最后就剩下10.13和10.14 这两个版本了 这也是目前网上讨论比较多的话题 10.13叫HiSera 算是10.12的优化版 非常不错 10.14叫Mohavi 它新增了黑暗模式 也不错 那到底该选哪个呢 就在纠结的时候 我看到了苹果官网的这篇文章 这个页面叫如何创建可引导的MacOS安装器 这个安装器的意思就是系统安装盘 下载MacOS这一段 有三个链接 第一个是Katrina 10.15 第二个是Mohavi 10.14 第三个是HiSera 这两个链接是同一个链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页面 如何获取旧版本的MacOS 这里面有句话很重要 要获取Mac的最新功能 并保持Mac的安全性 稳定性 兼容性和性能 请务必将您的软件保持在最新状态 这有个链接 将软件保持最新状态 这个页面很重要 如何更新Mac上的软件 看这句话 如何获取MacOS Mojave 或者更高版本的更新 它这为什么写的是10.14 Mojave 而没有写10.13 HiSera 现在是2020年的11月份 苹果官方推荐的是Mojave 10.14 它可能会认为10.13可能更老了 我觉得还是跟着苹果的官方走 会更靠谱一些 所以我准备回到10.14 Mojave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尔差亚 我们下次见